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镜头前的小伙伴们先行体验一把 快跟着我一起来感受来自非洲的异域风情吧 中非经贸合作促进创新示范园所在的 中国湖南自由贸易实验区长沙片区羽花区块 是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的核心区 自2020年9月湖南自贸区获批以来 这里凭借0.6平方公里的小块头 吸引了9100家市场主体入住 贝宁 多哥 塞内加尔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 有很多很多的非洲国家的掌管 以及他们国家的很多特色 来自卢万达的咖啡豆 我们整个掌管的话 它是左面积是1万平米 现在入住有37个单独的非洲国家馆 然后还有一个非洲综合馆 我们整个掌管的布置是按照一个非洲地图的形式来布置的 主要是为了展示非洲各个国家不同的一些文化特点 包括它的物场 然后展示给整个湖南省 他们想做一些这些非洲产品贸易的一些贸易商 我们展示给他们看 他们觉得这个非洲产品的措施 可以去后期我们再给他们去对接国外的出口企业 去做这样的一个匹配一个对接 来自肯尼亚的鲜花 最快14小时就能运抵长沙 非洲今年足不出户就能买到中国产品 埃塞俄比亚咖啡 正成为中国今年新的消费选择 随着湖南省对非易货贸易的先行探索 以及中非跨境人民币中心的成立 加上为贸易商提供的一站式配套服务 在中非经贸合作促进创新示范园 一幅开放包容的画卷正须须慧旧 目前这里已形成咖啡 可可 腰果 小五金 小农机等 十条进出口产业链 为中非民众带来更为便捷的购物体验 从目前十条产业链的打造情况来看 已经取得了预期的一些效果 其中进口的六条产业链的建设 我们在推动一个品牌仓的计划 预计是每年打造100款 非洲非自动产品的进口品牌 中非经贸应该说是 未来经贸发展的一片南海 尽管我们的起步相对较晚 但是我们非常有信心 预计明年我们中非经贸将达到 10亿美金的规模 然后每年翻一翻 大概到2026年 我们要实现80亿美金的规模 再来看